一般鐵門對特勤隊來說輕輕鬆鬆 但竟然還有第二道關卡 怎麼看都不像普遍民宅的設計 的確嫌犯就在裡面 穿全身黑背上鋼再被帶進去搜證 23歲的成信嫌犯是詐騙集團幹部 案件疑似跟黑幫脫不了關係 攻堅地點其實就在新北市三重一處 上弄的民宅其實就是名人會成員 他們常常聚會的地方 類似招待所的概念成員 他們常常會帶一些年輕人來這邊活動 甚至來唱歌 背後主謀就是走在最前面的27歲 關心男子想從投資詐騙海撈 他瞄準了國際知名企業 富達投信公司 底下車手都發一張富達員工證 這張照片是當初被害人面交時 為了自保拍下 車手為了取信對方也爽快說好 結果真的是場騙局 直接變成政務罩 這過程中關心主席跟境外詐騙集團勾結 做出假的富達投資軟體 到處投放名人代言廣告 等被害人加入群組後開始慫恿投資股票 共有37人受害 詐騙金額高達2.4億 再由這個錢包的管理者來負責 將這個虛擬貨幣回水到詐騙集團的手裡 民生變成詐騙集團犯罪工具 富達公司官網也發表防詐聲明公告 提醒大眾從未允許任何業務員 以個人名義招攬業務 這回警方共抓了6人 搜出大量刀械還有毒品 但線索到這卻斷了 因為境外詐團不好追 就算查到也需要當地警方配合 現在要從證據一一溯源 就算不能把2.4億討回來 至少被害人能少一個是一個 TVBS新聞成員 我來拍照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言外報道 吧 海大島 ddd